美股延续习惯性上升势头,周三收市标普在没有什么消息下,在升54点,1.5%,标指在过去10个交易日,9日创新高,如果继续采用亚洲时段渣S,美国收市前两小时平仓,仍获得不逐回报,升市莫股顶,但留意这头狂牛,这几日有以下变化。 自苹果AAPL和特斯拉TSLA宣布股份拆势,这两只股票就疯狂识上升,可视,周三股市大升,AAPL和TSLA分别下跌2.07%和5.89%,TSLA由高位曾回调近100美元,拆势前就是400美元。 当然,比起之前的升幅,这样的回调也尚算温和。通常升市时,恐慌指数FIX会下跌,但过去一星期,FIX竟然上升,之前一路被暢淡的美元反弹。 对影响美汇指数最大的欧元录得明显升幅。 对风险较敏感的欧元也有见顶迹象,但需要观察多几天的发展趋势。 最近科技股的估值,以达千禧科网狂潮的程度。 市场如何解释这种估值? 其实非常简单,例如TSLA。 市场基本上认为它会横数其他汽车製造商如丰田和大众。 然后大数据又掌握用家的一举一动。 推销各类产品,至于苹果、脸书、亚马逊和谷歌等,一样道理。 因为它们掌握的大数据。 简单地说,它们成为消费者的上帝,可以左右每个人的消费甚至更重要的人生决定。 荷包的钱由它们掌握。 如此者般,估值又怎不会变成天文数字,带企业行使政府权力。 有例可尋,如东印度公司。 不过,人类是否愿意任AI大数据摆布,会不会出现反弹。 美国开始有小撮人拒绝再吸引以上的科网巨头。 不过尚未成气候。 所以估值应可再疯癫一段时间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